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 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迪丽热巴新剧未播鲜火 预购量突破100万 5月开播有望称为最大黑马 由迪丽热巴、佟大为 以及一众演技实力派主演的公诉人题材剧 公诉精英 一直都备受大家的关注 在前不久 公诉精英正式更改剧名为公诉后 相关的开播进程也是推进的更快 豆瓣上更是直接标注了5月播出的信息 而公诉精英在传出5月开播的消息后 关注度和热度也是持续上涨 在腾讯视频站内的预约数 也是直接突破了100万 绝对的未播鲜火 以这布局的相关剧集质量 阵容以及超高人气 5月上线 获成最大的公诉人题材剧中最大的黑马 公诉是以网络犯罪为题材 以十大网络犯罪案件为原型 讲述了女主安妮 在成为了女检察官后 和正法干警的同事们 破获一件件网络犯罪案件的故事 这其中既有大量贴合现实的故事 也有非常让人动容的人物 真实还原了新时代背景下 网络犯罪令人发指的行径 以及给老百姓带来的血泪事实 也树立了正法干警 在面对这些新型犯罪时的沉稳应对 逐个击破 还老百姓一个安全的网络空间 迪丽热巴饰演的就是女主安妮 一个名教法学院的高材生 也是出入到检察院工作的新人 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和锻炼 也是从一个菜鸟 成长为了能独当一面 对各种犯罪案件合理提起公诉的 合格女公诉人 长相甜美 五官清新的迪丽热巴 有着非常高的人气 演技方面也非常优秀 有很多人都担心 迪丽热巴称不起女公诉人这样的角色 但从预告以及剧照来看 迪丽热巴不论是对于角色的理解 又或者是代入都非常优秀 一身制服也是显得非常干练 法庭上的各种诉讼台词 以及表情管理上 更是让人非常惊喜 可以说 迪丽热巴不仅撑起了安妮这个角色 而且完成得非常好 绝对能成为迪丽热巴演艺生涯中 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经典角色 男主佟大为饰演的是 刑警队长何路元 一个有着丰富的刑侦经验 在女主安妮调查取证中 两人也是通力合作 携手破获和惩治了多宗网络犯罪案件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佟大为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对于人物的把握以及塑造都非常精准 在以往的作品里 给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表演 这次化身刑警队长 一身警服显得非常干练 代入感很强 让人非常期待 除了迪丽热巴和佟大为外 公诉剩下的演员阵容 也是颇为强大 集合了一众演技实力派 且多位还是此类题材中的常客 整体的实力非常强 《终生代》中就有着高新 游静如 寒动 甲青 以及谭凯等多位兼具颜值和演技的演员参演 他们或在剧中饰演策划网络犯罪的反派 或是正法干警中的一员 或是某个案件里的关键人物 都将在各自的角色中 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 而老一辈演员里 更是有着雷汉 冯雷 马元 刘之斌 陈子涵等数十位演技实力派 雷汉和冯雷 以及刘之斌 更是此类作品中的常客 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 可以说是为整部剧 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并且 公诉的导演是余丁 其独立指导的《鸡毛飞上天》 至今都还有着8.1的高分 水平稳定 镜头语言运用娴熟 打光和画质都非常在线 对于此类题材 也是有着丰富的经验 因此在有着唐三彩 陈富军等多位实力派编剧的助阵下 让公诉 在制作和剧情上非常有质量 可见公诉 不论是剧情 又或者是阵容和制作方面 具备的实力都非常强 在5月播出的剧集 大多是都市职场剧 或者古装剧来说 正把题材的公诉 或许有着更高的可看性 以及更强的爆款熟悉 只要剧情没有瑕疵 非常有望成为5月的最强黑马 你会支持迪丽热巴的新电影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你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